在2012年2月13号 正月15刚刚过去一周 许多来深圳打工的年轻人 纷纷就像候鸟归巢一样 回到了深圳 几天来 深圳市保安区沙井街道辖区的 一个工业区的出租房里 陆续接到租户的投诉 怎么的呢 这些租户集中反应 楼里边是臭气熏天 起初人们怀疑 是不是死老鼠什么的呀 但是仔细的搜寻下来 恶臭的源头 指向三楼的314房间 管理人员敲门帮帮帮 没人应答 用备用钥匙打开房门的一刻 管理人员惊讶的是 倒气一口冷气呀 整个人就像泥塑木雕一样 处在那地方 一具尸体 头朝着门口 俯卧在地板之上 身体下的血迹已经干涸 呈现黑色了 在这个工业区里死的人 这消息迅速就传开了 接到报案车后 深圳市公安局 保安分局刑警大队迅速 就赶到现场了 由于这个314的房门大厂 楼道之中都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腐臭味啊 这是一套简陋的一房一厅的出租屋 死者住在外间 一张床 一个小桌子 一台电视机 死者身中16刀啊 没有抵抗伤 房间角落的床铺上 被褥摘有污质和灰尘 粉红色的床单上 有一滩褐红色的血迹 刺鼻的尸臭啊 仿佛无孔不入的幽灵迫不及待的 扑向每个人的衣服和皮肤 侦察员初步判断 死者是在床上遭遇的第一刀 然后奋力的向大门逃离 但是被凶手追杀 刺入多刀之后死亡 法医解剖后 发现死者的皮脏、左肺、心脏 均已破裂 引起湿血性的休克死亡 那老刘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个医学常识 正常暴露在空气中的尸体 会在六个小时左右开始释放尸臭 两天左右会出现湿虑 四天左右呢会出现腐败的气泡 和腐败的静脉网 一周左右变成巨人观 巨人观呢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百度一下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 就是因为这个尸体呀 在死去多天之后 由于里边的这些细菌呢 滋长呢 然后导致这个尸体膨胀 什么眼睛突出啊 舌头伸出啊 皮肤骨胀啊 总之啊 非常的可怕 那现在这具身高 一米六零左右的男尸 已经出现了高度腐烂的巨人观了 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在314房间内没有太多的翻动的痕迹 但是死者的手机和钱包里的现金呢都不在了 难道是入室抢劫吗 死者身着白色的针织睡铺 门锁呢 没有被撬压的痕迹 窗户也没有攀爬的痕迹 专案组的侦察人员就初步分析啊 凶手很可能是与死者相熟 很快死者的身份就被确定了 郭玉海男29岁 已婚 重庆人 在沙井一家工厂打工 独居在314号房 警方需要确定死者的死亡时间 推断死亡时间 对于确定作案时间 认定和排除协议人 有无作案时间 划定侦察范围 乃至案件的最终的侦破 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涉及多个协议人的时候 那死亡时间的准确推断就尤为重要了 死者是在2012年1月16号晚间 给妻子和工友打过一个电话的 第二天就没有上班了 这一点得到了他的工友小陈的证实 小陈说他最后一次见到死者的时间 是1月16号晚上5点下班的时候 这些信息汇集起来 专案组就推测 郭玉海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1月16号21点30分到23点之间 距离案发已经有快一个月的时间了 出租屋的监控视频 已经被后来的数据所覆盖了 更没有来访登记 邻居租户工友 家庭成员等几个方面的社会关系 就成为了这个案件入手的关键了 案发的出租屋是一座三层高的楼房 一楼是商铺 二楼和三楼是出租屋 由于案发时临近春节 出租屋的入住率并不高 专案组 侦察员对为数不多的住户就尽数的排查 蹊跷的是啊 旁边三一二房啊 原本入住的是一对年轻男女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搬走了 也许是因为离开的太匆忙 就连租房押金呢 都没有来得及退 而这两个邻居恰好就符合熟人作案的条件 难道这对情侣就是凶手吗 三一二房的租户很快就被确定了身份 男的19岁 河南人已经回到了老家 女的26岁 广西人 原来两个人在深圳打工的时候 相识相恋 但是由于年龄差距巨大 这段感情啊 不被朋友们看好 更加受到了南方家人的阻挠 为此呢 两个人也开始争吵不断 直到南方提出分手 2011年年底啊 男生一气之下 就返回了河南老乡 独居在三一二房的女生穿街过后 也打算退房 却发现这个退房押金的这个纸条上啊 留的是男生的名字 无奈之下 租约虽然未到期 他还是撇下押金就搬走了 第一次产生的怀疑对象 就被基本的排除了 那这个案发到尸体被发现的时间 可以说是跨越了春节假期 那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呢 春节是家人团聚的时刻 那为什么 郭玉海的家人 特别是他老婆 没有发现异常呢 郭玉海的老婆 叫做卓兰 是他在深圳打工的时候认识 并且结婚的 两人呢 育有两个儿子 夫妻两个人感情呢 不是很好 卓兰带着两个孩子 在广西的娘家生活 与郭玉海的联系 也是不甚紧密 1月16号的晚上 夫妻两个呀 在电话中 因为孩子户口问题 发生争吵 不欢而散 此后 卓兰虽然一直没有联系上丈夫 但是他认为 郭玉海 一定是因为赌气 暂时断绝和他的联系 回重庆老家去过年了 因为这样 所以呢 妻子并没发现更多的异常 专案组呢 这时候又前往重庆 去寻访郭玉海的家人 他的母亲呢 已经去世了 父亲和哥哥 直到警方到来 这才知道 这个郭玉海的悲惨的结局 原来郭玉海 从小是家境贫寒 他被过去给舅舅养大了 在他22岁那年 舅舅突然去世了 他才回到自己的 亲生父母的家中 由于从小疏离 郭玉海与父母和哥哥的感情淡薄 而且疏远 很快 郭玉海呢 就前往深圳去打工 几乎和家中 没有任何的联系 2012年这个春节 父兄皆以为郭玉海 随妻子在广西家中过年呢 就这样阴差阳错呀 死者和家人失联近一个月 都没有人注意到 也使得这个案件 错过了最佳的破案时机 排除了邻居家人的作案协议之后 专案组就将调查对象 集中到郭玉海的朋友圈 在其大多数工友和朋友看来 郭玉海这个为人呢 很随和 有着重庆人特有的爽直和仗义 不曾与人发生过矛盾 更没有婚外恋等情感的纠纷 工友如果需要人顶班 找到郭玉海呢 郭玉海啊 都会欣然的答应 不过 郭玉海 有一个特别的爱好 什么爱好啊 打牌 郭玉海最后一次通话 是1月16号21点多钟 他打给一个叫做翁金帝的人 这个人呢 是郭玉海关系紧密的牌友之一 哎 这个电话是巧合吗 但是奇怪的是啊 这个翁金帝呀 在春节之后呢 还是回到了原来的工厂打工 不符合行凶后藏匿的一般逻辑 面对警方的询问 翁金帝表现的很是自然 他承认自己啊 案发当天晚上 致电死者事实 说通话内容呢 是他呀 想向这个郭玉海呀 借点钱 被拒绝之后 就挂了电话 22点30分左右 他和老乡去家超市的附近 寻得自家表哥借钱 与死者打过牌的有13个人 没有人有印象 翁金帝和死者有过任何的口角和矛盾 对于当天晚上借钱的情节呀 翁金帝的老乡和表哥呀 都进行了证实 对于翁金帝的态度 专案组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呀 翁金帝表现的很放松 回答起问题来 也是不想思索的流畅 而且呢 合情合理 还有不在场的证人 更重要的是 现场死者的钱包里 没有一分钱 当天死者所在的工厂 正好发工资 死者的直接经济损失 应该是两三千块钱 如果翁金帝已经杀人 抢钱成功 何来向表哥借钱的必要呢 但是另一种意见 人认为呀 翁金帝具有作案的时间与动机 他是个好赌之人 时常欠下赌资 案发当天晚上 他与死者通话之后 又找表哥借钱 存在时间间隔 也就是说 存在作案的时间 郭玉海的社会关系网 比较简单 但是专案组反复排查时候 都没有能发现 与死者有重大矛盾点的协议人 也未能发现 有明确作案动机的犯罪协议人 案件侦破 一时就陷入了僵局 侦破分析 重新回到了开始 熟人作案 成为最重要的线索 与死者最后通话的翁金帝 尽管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但是 1月16号 正值回家过年的前夕 翁金帝到处借钱 说明他很缺钱 专案组决定采用测谎仪 来辅助审讯 测谎技术 除了帮助认定犯罪协议人之外 还能排除无辜者 专案组就请来深圳市公安局 刑侦局技术处的测谎专家 把这个90后的年轻人 与另外两三个嫌疑人一起呢 进行测谎 这一次 翁金帝的小动作明显增多 他嘴唇发干 不停的喝水 测试结果显示 翁金帝在几个关键问题上 心理反应失常 不诚实度达到76% 显然翁金帝没有通过测谎测试 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经过测谎测试之后 翁金帝的心理防线明显的塌崩了 他虽然极力的辩解 但是已经开始变得余无伦次 汗水把后背都给尽湿了 回答问题的过程中 前后矛盾 对于矛盾点 也是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第二天 审讯刚刚开始 经过一晚煎熬的 翁金帝大声哭着说 我想给家人打个电话 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信号吧 有多年办案经验的侦察员 赵思佳 心里暗想 嘿嘿嘿 有戏了 侦察员同意了翁金帝的请求 但是前提啊 是必须把该回答的问题 回答清楚 此时 翁金帝说话都已经断断续续了 我 我杀人了 郭雨海 是我杀的 说完这句话 他贪软的 靠在椅子上 试图疲倦到 没有一丝力气了 翁金帝交代了 作案的所有事实 与现场勘察 先互印证 最为关键的是啊 他共称 将作案的刀具 和死者的手机 扔在了工厂门口的 臭水沟里 这两个物证 可以说是十分的关键 让整个案件 形成了比较完整的 证据的链条 当天下午 这个带着手铐脚镣的年轻人 带着警员 来到工厂对面的一条 臭水沟旁 他们旁边停着一辆消防车 消防车的水柱是喷不而出啊 冲刷着水沟里的淤泥 顿时臭气蛮咽 过了一会儿 两名消防员下了臭水沟 徒手啊 一点一点摸索 警界线外 是聚集了一层又一层的围观市民 他们七嘴八舌的在议论 猜测着 找到了 经过打捞 警方从臭水沟中 找到了一把水果刀 和死者的手机 原来呀 郭玉海和凶手翁金帝 是牌友 但是啊 郭玉海呢 经常向翁金帝借钱 翁金帝啊 一直心怀不满 而且 让他更为不愤的是 郭玉海不是真金白银的还钱 而是在牌桌上 一牌杖啊 顶欠杖 2012年 临近春节的时候啊 可以说 想回家 思乡的情绪 在每个打哄者的心头盘踞 翁金帝 也不例外呀 出来一年了 好不容易要回家了 他连续几天呢 打牌输钱 回家的希望却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恰好啊 他发现郭玉海呀 在牌桌上 赢了不少 就想找郭玉海去借钱 1月16号21点钟 他来到郭玉海的楼下 打电话 就确认了 他在家后上楼 没想到的是 坐在床头的郭玉海 一口就拒绝了 借钱的事 与其是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啊 这时候 翁金帝就想啊 你他妈以前从我借钱 你总是借 我什么时候没借你了 你等到我现在困难了 春节都回不去家了 你却冷眼旁观 这时候 翁金帝啊 就有一些情绪失控了 朝着郭玉海就大骂起来 当时郭玉海背对着翁金帝 翁金帝就看着郭玉海的背影 怒从心头起 恶向赞边声啊 越想越气啊 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 朝着郭玉海的背后 扑斥 就是一刀啊 郭玉海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伤害 是既惊恐又害怕呀 忍着剧痛就往门口去跑 翁金帝追了上去 不留分说将郭玉海推倒在地 在他背后连捅竖刀 不止不止不止 这时候 他仿佛听到宿室的楼道上 有人走动 惊慌失措 来不及翻找 就将死者插机上的手机 和钱包中的现金 往口袋里一塞 逃离了现场 一路狂奔到了工厂门口 他对着郭玉海连刺了16刀啊 他担心郭玉海的手机会暴露自己 就将随手啊 将这个水果刀 还有手机都扔进了臭水沟 回到宿室 他一数钱 这才发现 郭玉海的钱包之中 仅有300多块钱 无奈之下 就联系老乡 一起去找表哥借钱了 这个杀人之后的年轻人 春节之后啊 照样回到工厂去上班 而且装的是弱无其事 他说呀 不是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好 而是压根连逃走的想法都没有 因为他觉得每天工厂都会聚来许多新工人 也会有不少人不死而别 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一个突然消失的人的 但是啊 就算他想的再好 法网会会疏而不漏啊 做下的罪恶呀 都应当由他去承担呢